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王安全他们犯愁的是土地 这几年王安全觉得种土豆的地越来越难找了 土豆喜欢带些沙性的土壤 这倒不难 难的是王安全他们每次一要就得几千亩 因为四千亩地 一次要找四千亩成片的沙性土壤 这确实有点难 不过更难的还在后头 这个今年终于明年我们在海底再找 好不容易找到的地 只中一次就得放弃 然后重新再找 土豆不能重茬的特性 让王安全疲语奔波 每年都得花大量时间到处寻找适合种土豆的地 感觉非常土土 越来越难找的土地 让王安全打起了别的主意 既然土豆连种会有病害 那干脆就沦坐 他把四千亩地分成两瓣 两千亩种玉米 两千亩种土豆 第二年再互相换过来 这马铃薯这个 给的这个效果最好的是玉米 轮座后的土地 果然没了连肠产生的病害 可让王安全没想到的是 一个更大的灾难却出现了 6月的16 156号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马铃薯 底部的叶片是向上干 干到顶部的时候 到这个位置 他就剩下顶部的两三千叶子 一千多米底下出现这种情况 很厉害的 眼看大部分的土豆苗 枯死的只剩顶端的两三千叶子 王安全极了 他们的土豆是用来做薯条和薯片的 对品质要求很高 苗这么一枯 地下的土豆肯定受影响 当时我们看了以后 都感觉心灰意冷了 因为咱这投资现在以后也不小 因为地下来投资两三千块钱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年的效益直接就破汤了 就在王安全着急上火的时候 千里之外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的张小花 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张小花在村里承包了一百七十亩地种麦子 不忙的时候都住在城里 一接到邻居电话 张小花急得赶紧往麦地里问 地狱的情景让他一下全蒙了 雷龙一看到都是 不出日落的时候 都在他体验中 一出日落赶紧 一过来也要着急的 所以是没这些 就没咋弄的这些 和张小花王安全他们的着急相比 黑龙江省嫩江县的杜传丘 心里更是添了一分忧虑 还不到两千多年 一千七百来钱 一千七百来钱 一亩的他大一千三百元 你知道吗 他都一长一够一千七百来钱 那赔钱了 赔好了呗 赔好了 作为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的主任 眼看着全镇二十多万亩的大豆田 一年不如一年 杜传丘的心血 可不是一个极字所能概括的了 原来产量应该在四千斤左右 四千多到五千好的时候 但现在就是 你无论是多上肥啊 采取各种农业措施啊 或者耕作措施啊 就是不提产量 增加成本不增加产量 原本一公顷能产四五千斤大豆的土地 如今只能产一千多斤 杜传丘也明白 因为连着二十多年种大豆 这一片土地早已不适合再继续接的种大豆了 他们也曾经想过要改种玉米 玉米的这个效益特别好 都就想种 但是咱只在那地改不了啊 让农户们失望的是 玉米压根就种不成 大豆茶中米 在苗期出现的要害特别严重 种完就死 种完就死 种不了玉米 农户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种大豆 可是一年辛苦忙到头 收成还赶不上种地付出的成本 现在这个就是连它的成本它都收不回来 肯定赔钱这个地 杜传丘和张小花王安全面临的这些困境 其实不光是他们三个人遇到了 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这些现象被一个人看在了眼中 这个人就是党勇赋 根据党勇赋多年的经验 他判断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同一个 那就是除草记 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 这个我感觉就是跟除草记有关系 一遍除草记没有打住 好像是抄的母丝 只有一遍打的 抄也死了 没也死了 因为前茶咱们的玉米茶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用的这些除草记 对咱们马铃薯伤害很重 党勇赋不但看出了问题根源的所在 而且还带来了一样神秘的东西 帮助王安全张晓欢他们走出了困境 效果很好 那受害的这个程度 已经减少得非常轻了 过来了 过来了以后这个门还发黑 在这个比以前还好得都那个样 都在幽里没有打住的地方 这都不行 没打住的地方都死了 什么样的东西这么神奇呢 好奇的记者跟着党勇赋到实验机里一看 原来只是一种安全添加剂 这样一点粉末真的像张晓欢他们说的那么有效吗 记者决定做一个试验 工作人员在圈好了麦第一次 喷上正常用量的除草剂 而在另一侧 喷上除草剂加安全添加剂 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工作人员在每颗测量的小麦旁 插上了小木棍作为记号 并且标记好了每颗的高度 我点27 我说点25 我说点23 经过两周的生长 粗粗一看 左右两处的小麦似乎没什么差别 然而找到当初做的记号 仔细一量 两者的差距就出来了 光盆除草剂的这一侧 小麦两周的生长量 只有0.5到3厘米 而加了安全添加剂的这一侧 小麦的生长量 达到了5到8的亿 是没加那一侧的两三倍 同样的实验 在室内再做一遍 效果就更加直观和明显了 两次实验表明 添加剂确实能帮助植物 缓解除草剂带来的伤害 那这安全添加剂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安全剂呢 事实上它是一类的这个煤 乔传令 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 专门研究农药残留的降解问题 在她看来 这安全添加剂其实并不神秘 它是煤就是催化剂了 催化剂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为了解释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乔传令特意做了一个对照实验 首先 在两个烧杯中加入无色的农药 然后在其中一个加入煤 很快 煤就把农药降解完了 只是这降解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为了验证效果 工作人员在两个烧杯中 可加入两条金鱼 三个小时以后 煤降解处理的水中 鸡鱼已经彻底不动了 而经过降解处理的水中 鸡鱼还安然无恙 这表明煤在农药降解中 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催化粗草剂 它的指剑得以降解 使得这样一个降解以后呢 使得它变成低毒和无毒的一些化合物 从而呢 不对这个作物产生危害 别看安全添加剂的作用原理挺简单 但对于农民出身的党农副来说 琢磨出这个安全添加剂 却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 只是党农副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东西呢 这还得从党农副当初发现除草剂的危害说起 发现这个事件都已经很糟了 大概在这个八九年 当时我们国家才这个省下一个两个村的除草剂的品种嘛 这个我哥呢就是在写嘛 已经工作了 在外工作的哥哥 心疼当时还在家里种田的党农副 特意带了几包除草剂回来 想减轻党农副的劳动负担 但党农副对于哥哥带回家的这个新产品 却充满了怀疑 党农副非常敏感 他觉得草是植物 农副物也是植物 除草剂灭草的时候 是不是对农副物多少也会有伤害呢 谨慎的党农副没敢直接用除草剂 而是先把一块地分成了两半做起了实验 就是一半 等于是这种人工除草 一半是这种这个除草剂除草 结果除草剂打了之后呢 这个我细细观察 就是这个管晃就是不脏 但是这种人工除草的这种地块 没有任何这个植物 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 这个除草剂除草 这次的实验 让党勇富关注到了一个大家忽略的问题 就是除草剂的使用 虽然不会杀死农剂物 但是会让农剂物有一个缓苗期 它是一字农剂物 其实收天不长 而对农剂物来说 少长一天都会受影响 更何况是十天半个月呢 在党勇富和河南省质宝站有关专家做的小麦测试中 换苗会对产量造成较大的影响 汇丝小麦的坚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之间 按一亩田产一千斤小麦蒜 损失百分之十也就是一百斤 从小被饿怕的党勇富 对于粮食的感情非常深 当初他就是为了多打些粮食 所以和除草剂较上了劲 要多打粮食 就必须得解决除草剂的副作用 但在当时对于党勇富发现了这个问题 根本就没人关注 一方面作为一个农民 他发出的生意非常微弱 没人愿意相信他 另一方面 只要是大规模的种地 几乎就离不开除草剂 不用除草剂是不行的 你比如他除草剂下来 我们下来花上个十几块钱 那么人工除草剂下来的话 就得一百多块钱 就这么大的差距 你请不起 就是一上地 你要想用人工去除草的话 你可能得要花上千块钱 或者是一千两千块钱 但用人用除草剂就比较便宜了 而且省事 自从二十多年前 知道除草剂有副作用以后 党勇富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随着除草剂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发现除草剂不光会抑制当茬作物 对改茬后的作物伤害更大 造成那个作物直接是流了绝缠 可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除草剂是杀除杂草的 怎么会伤害农作物呢 其实除草剂除草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 我们先来看看除草剂是怎么除草的 在自然界中 植物有单子叶和双子叶两种类型 像小麦和玉米是单子叶植物 土豆和大豆则是双子叶植物 比如喷在小麦地里的除草剂 小麦和杂草都吸收了 但是单子叶小麦能够活下来 双子叶的杂草却被杀死了 那么这两种植物 它本身体内的这个酶啊 它的代谢机制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扩叶杂草不能够把这个除草剂代谢了 所以被杀死了 那么小麦能够代谢了 所以就不能够被杀死 也就是说 同样的除草剂 单子叶的小麦喝进去 因为身体里有解药 自己能够慢慢地把毒分解后排出来 而双子叶的扩叶杂草没有这种解药 所以被药死了 而在双子叶的大豆田里 用的是杀害单子叶的除草剂 大豆体内有解药能存活 而单子叶的杂草就活不了了 除草剂本身它还能够在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之间进行选择 所以呢有些除草剂它是自杀 快杂草有些除草剂呢 自杀单子叶杂草 除草剂的这种针对性 让它能在作物和杂草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一旦这块地下一茬换中别的作物 麻烦就大了 除草剂它有属于高活性的 所谓的高活性的就是说很少的量 就能够把杂草杀死 像这种高活性的残效期比较长的除草剂 它在土壤里面不能够那么容易的被带去 被分解 当勇夫认为正是除草剂的这种残留 导致很多农作物受要害 像在王安城的土豆地里 前一茬种玉米时 用的是杀害双子叶杂草的除草剂 它对单子叶的玉米来说是保护神 但是到了第二茬种土豆的时候 因为土豆是双子叶植物 这些残留在地里的除草剂 就变成了土豆杀手 而在杜传秋它们的大豆田里 二十多年来 一直不间断地使用杀害单子叶的除草剂 而玉米正好是单子叶植物 所以大豆田想要改种玉米时 多年积累在土壤中的除草剂 会对玉米形成严重伤害 这个残留现在都在土壤里 像这个玉米出来之后 弄在这个两三天一样的时候 都开始生了那样坏事 然后根木黑根 慢慢地这个水都是 变成那个小斑化庙 一点也要死 除草剂长时间大剂量使用 所造成的残留要害 不光让党勇富揪心 也开始引起了更多专家们的关注 这样带来的危害 像有的省份一年都达到一千次以上的危害 涉及到的这个污染面 面源很广 已经有报道的 就是说在水稻 玉米 大豆 每年这一年 可以有这个一千万亩 两千万亩 三千万亩 分别是这么多万亩的一个危害 那有没有办法既用除草剂 又让它不给座物造成要害呢 党勇富就琢磨着 给除草剂签一把安全锁 为了找到这把安全锁 党勇富什么招数都使过了 人都疯了 想着待着什么都看到 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除草剂签 价格超 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除草剂签 价格东西能不能解决除草剂签 都是围绕这些物品 二十多年来 党勇富找过大蒜 泡过洗衣粉 喷过醋 撒过绿豆汤 泼过草药水 这要是能够解毒的土办法 他都不放过 土办法不行 他就到处取经 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 到2005年 还真让他鼓刀出了一种安全添加剂 配合除草剂使用时 能够消除要害 这时的党勇富 已经不再局限于让自己多打粮食了 他琢磨着 如果能让每寸耕地 都恢复原本的生产能力 那对国家粮食增产的作用可大了 你如果一目的能增产一百斤粮食 我们国家已经生命大到十五一目次了 那就是一千五百斤粮食 如果一口人吃两百斤粮食 那就是涉及人的口粮 我就冲了这个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从2008年起 党勇富在全国范围内 发起了除草剂 要害公益性无偿救助活动 当初王安全杜传邱他们 就是这样结识了党勇富 给我们进行免费救助 这个有 这个从安祥作为市场保护安线的 它都是免费发放的 六年来 党勇富走遍了全国二十多个省份 救助了一千八百多万亩的要害田 让那些原本不能改茬的大豆田 顺利地种上了玉米和水稻 未来这项公益救助之路 党勇富还将继续走下去 他人家在做的 这个事很有意义 水稻有大了意义 通过不懈的努力 党勇富终于实现了 给除草剂添一把安全锁的目标 作为国内揭开除草剂伤疤的第一人 党勇富说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让土壤当中少一点潭流 让有限的土地多产些粮食 为国家粮食安全 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ABC 发送到106633556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蜂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为蜂王的存在 工蜂不辞辛苦 兢兢业业的工作 雄蜂一心一意完成特殊使命 然而平静的背后却暗藏杀鸡 一代蜂王必须面对一场残酷的厮杀 这个世界里究竟有哪些神奇 科技院下期讲述